所以想問你是不是忍了很久 去到第四場才爆哭出來 不是 我沒有忍的 我是一個理性的人 其實我自己有很多歌 我自己聽都會很想哭 包括現在我聽自己的螢光 念我都很想哭 但是我覺得我哭了就做不到整個表演 我百聲音一定受損 所以我很理性 希望可以帶到一個完整的表演給大家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預料之外 是不是真的聽到多謝你那一刻自己湧上心頭 因為頭三場大家可能叫陳女生一 愛你 很漂亮 但是我沒有聽過一句多謝陳女 然後原來這句說話是這麼感動 然後他們說完之後原來 每個人手上有一個橫幅一轉是寫著多謝陳女 是很感動的事 所以那一刻真的忍不住了 還有你自己是否沒想過 你應該是史上第一個人 就是Overrun 就是因為說話而去罰錢 是嗎 是說Credit 我都是真的沒想過 通常都是Encore 唱歌唱到這樣 但是我 因為我真的 我經常覺得很多東西不是必然的 就是樂手那麼努力去為你的show 去到付出 我的Visual可以這麼漂亮 我的燈光可以這麼有心機 我的編排可以這麼好 這些不是必然 就是他們都可以得過且過很多東西 但是我見到我這個製作是200%用心 所以會很想藉著 我打算整場都沒有說過話 讓我說一點點 沒有啊 沒有 不是 HER是沒有HER說話的 所以就預計不到你的時間 所以他們都下午 我都不知道自己說了多久 我沒有說爭取 我想他們都輕視了這一段 沒有想過說Credit 說那麼久 如果不是我想他們要我 讓我彩排一下 但是彩排你也不是 面對著真的那麼多觀眾 你未必 你可能都說 琥皮介紹完就算了 真的面對著那麼多觀眾 我很想可以 紫紫細細細地將台上的每一位 特別我越熟悉 或者陪伴得我越久的樂上門 都可以介紹得清清釋釋釋 那他們是不是覺得那麼多錢 我沒有想 他們沒有跟我說 你有沒有跟你說幾位信息 不知道就算了 賠人工 賠人工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過了很開心 很開心的四晚 是吧 不行 不是 我們華納的數字很清晰 總之 紅館可不可以給個折頭嗎 我畢竟都是浪費在一些 不是叫浪費 我都叫做超時在很有意義的事情上 希望紅館可以 你知道紅館可沒有折頭嗎 你現在紅館可有折頭嗎 對 算了算了 不要緊 沒事 當請大家吃飯 這樣 是的 如果有機會開Part2 或者再開的時候 會不會調整一下 或者怎樣想法 你可以直接開個Talkshow 開Talkshow 不是 我一定要加豪 在這裡 Talkshow我一定要加豪 那他只是吹Dita而已 對 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 開Talkshow都不讓他說話 只是吹Dita 開演唱會又不讓他唱歌 只是吹Dita 好啊 Talkshow會不會有Dita Boy 其實他可以 即是我們真的Dita Boy 我們華納武王 我們可以叫他跳一拍門再吹Dita 誰啊 紅館可不知他 紅館可不知他 他還好玩 仇是一旨 是啊 好啊 好啊 好難答 不是 他開心 下個月交個場給他 對完就大家看看 拭目以待 那剛才你說 台上會分享演唱會心得會 但你覺得可以給他 我當然會 他緊張大師 有什麼不理會他在大 我真的覺得不可以 為了籌備一個演唱會 沒有了人生 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你都要保持身心健康 你要個人愉快 我都不能夠為了粗食自己 然後我真的吃得很節制 因為這樣會令我覺得我不開心 所以我很多東西都會調節 然後我也不會練歌 練整天我會覺得很悶 所以我都會打電腦 都積了一些東西 但不敢說的 現在四場都順利完成了 我才夠膽說 我這段時間除了苦練結他 也有好好的娛樂 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有進步了 譬如我因為這個演唱會 我懂得彈一下小小琴 又結他真的進步了很多 原來透過時間去苦練結他 真的會進步 這個是很開心 透過這個演唱會 我覺得自己有很多成長和進步 真的 有很多成長和進步 有很多成長和進步 是 多謝 多謝 多謝他們 多謝多謝 多謝他們 這個演唱會有很多衣服 都很漂亮 那你會心裡會心靜一些衣服 上台嗎? 我公司都沒有任何人提議過 我想他們都知道 我立即上來就 可以廢枕忘餐 所以他們完全沒有表示過 希望我這樣做 如果你是自己製作 你會製作嗎? 製作甚麼造型? 其實我都是 這些方面我都不夠聰明 所以我都是加回專業的人 幫我設計 我學一下 我看你第一場 完了之後 是否出了一個故事 然後就說 都很希望可以原汁原味 不靠一些科技來收拾一些聲音 是否都想每一場都 遠一點 不同一點給觀眾 因為 怎樣說呢 因為其實 現在確實是 多了很多的技術 是可以令到演唱會再完美一點 嗯 之前都有人 可能要請過 這樣 那一刻我都有點覺得 嗯 都有點動搖過 然後後期又想 算了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繼續學唱歌 我希望是 我真的希望看到自己的進步 我不想那些叫開外掛 我真的想這個 好像打機一樣 我希望這個第一名是我自己的努力 練習賽道 而練回來 而不是我開外掛 得回來 所以絕對有不夠完美的地方 他們說 好啊 依然對自己的歌 那麼有感覺 唱自己的歌 在家裡而已 聽那些 rock那些 搖到頸子 其實有點醜 但真的要物理治療嗎 要的 因為緊了 我的頸子是 令不到 所以是需要問 你動到幾大幅度 你試試好投入 去聽陳鶴那隻 荒 你可能就會明白 那個幅度有多大 最滿意 其實如果說好玩 月後那些輕鬆一點的歌 和大家互動 我覺得很好玩 但是我每天都很期待 第一部分 因為第一部分 那些歌比較 比較 憤怒 比較rock 比較有儀式感 其實我就是 從來都不會 彩排我自己會怎樣做 我每天都是 feel free 聽著音樂去 聽著整個感受 所以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這個也是我會很期待 不知我今次又會怎樣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怎樣 給多少分 今次我給80分自己 都很高分 因為我看到我自己付出的努力 即是我將努力都算下去 所以我自己給我的評分就 嗯 10分 嗯 今次請 即是認識的 什麼事 是不是因為 你經營很多人 也有多些機會 你們排隊 是嗎 踩上去 不是 純粹是 當時拍新宿自的愛MV的時候 在去年 我那時候還未申請到紅館 拍MV 可能大家聊聊天 他們說 為何你會做全民造星的導師 那張節目都還未播 拍MV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看看多些曝光 會不會有申請工作證容易一些 或者申請紅館也容易一些 他們說 哇 很棒啊 那一刻 人少少 只有那四個 我就說 申請到 請你們做嘉賓 好啊 那一刻 你申請到紅館之後 怕了一下 那一刻 真的申請到一下 不行 這樣不行 他們提醒你 還是你記得 他們當然不會自己提醒我 我自己的心是覺得 真的有跟這班學員承諾過 那… 沒錯 都很希望 啊 可以 好吧 讓你們感受一下紅館的緊張 怎麼會 昊仔生日是個月給你 那你怎麼會帶她一點 啊 昨天 昨天的傻仔 簡直是在走廊裡捉了 我們說 等等等等 還有一分鐘就是一分鐘 然後我們幾個 快一點點很累 很快 啊來了來了 Happy Bob Day to me 那樣 就是她說很可愛啊 所以昊仔是 是的 但是也很感謝 前天就說Kim生日 今天就是昊仔 希望我們過了一個很難忘的生日 是 好像找你那樣的 嗯 有很多忘物 嗯 嗯 嗯 是 嗯 嗯 我自己就覺得 嗯 如果因為這樣而 對我有 不好的看法 或者是 對我有不好的聲音 我都無可避悟 我自己 只能夠這樣說 那我自己確實是 真是認識她的人 那我自己知道 她是一個 怎樣的男生 就行了 我就覺得 那 嗯 我自己依然是 很愛惜我所有的學員 就是 節目是一時 但是我相信 我很相信緣分 就是 在這個 嗯 時期 大家都有自己的難關 而她們能夠認識到 這麼好能量的雷老師 我都希望可以 分更多的愛 或者是 陪伴關懷 告訴她們知道 老師在這裡 但之前也沒有考慮過 任何這些因素 就是沒有掙扎 那你說 可能都有一些 就是如是 之前當然都 很大的 疑響 那你問我 我反而覺得 我再以真實存在在我身邊的人的感受 多過外界 我不認識的 面孔的聲音比較多 那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身體力行 去告訴真實存在在我身邊 我很重要的 包括我家人 我同事 我所有的好朋友 聽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我會對現我的承諾 然後我希望身體力行 去告訴你們 讓你們知道 如果我當你是朋友 我就會用一個很大力的方式 去表達我的支持 祝福關懷和擁抱 那這個是 不僅止他們四個學員 可能是我其他學員看到 他們都會發訊息給我 多謝 他們都會多謝我 我沒有完結的節目就忘記他們 這個才是我覺得我最大的感動和收穫 所以外界的聲音我都控制不了 那就是 對 希望 我最大的感動和收穫 就是害怕影響到我 那我當時 我就會覺得 我覺得不要緊 如果這樣會影響到我的 都是一些 就是 因為我都是那句 我再以真實身邊的人的感受 我就問他 你想不想 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如果你準備好 就不用擔心影響到我 雷老師比你想像中更加強大 最后爸爸也有 是啊 是不是很開心 他不是在最後一場 我想他很開心 他平時很低調 他今天自己站起來 跟我揮手 我想他很驕傲吧 所以多謝他們 和和音Sharon一起參加 亞洲聲音的大動 是啊 15年一起在鴻門開秀 是不是都很感動 其實很感動 我記得我 對上一次三門演唱會 都是他做和音 我又是沒有打算哭 但是我轉眼看見他眼淚淚 那一刻我才會哭 就是 每一次演唱會 其實我都是 我很理性的 我不會哭的 說真的 如果不是見到別人哭 或者見到 就是今天這樣 嘩 大聲叫多謝陳雷 我是不會 沒有想過會流淚